选择来菲尼莫属是我希望找一份成长性很好的工作 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战略和运营上 这个平台上的很多公司很多老板他们所领导的企业 都是我认为成长性很好未来发展空间很大的公司 我希望我能做一份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大家好 我叫杜之恒来自美丽的天府之国四川 今年22岁 我的专业是工程力学与航天航空工程 同时由于兴趣我也选修了经济学的双学位 那我今天的求职目标是互联网行业的战略 运营和营销方面的工作 谢谢 杜之恒 22岁 对 高考 因为你是清华大学嘛 所以咱们就 我就有兴趣问一下高考考了 高考考了686分 满分是750对吗 满分是750 你是怎么学习的 为什么能考那么高呢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小时候 我爸爸妈妈给我打的基础比较好有关系 当然也有我朋友说我是被车撞聪明了 就我小时候出过一个车祸 然后在这儿就要招大 就这儿吧 对 那很严重了 开炉 多大的时候 是 所谓开窍窍这个意思 对 就一下啪 撞开窍了 从此之后那个成绩呜呜往上涨 又老更发达了吧 同学们是这么说的对吗 对 大家都这么开我玩笑 就一直成绩都很好 嗯 算是吧 那你在上大学这四年期间 有没有去做过什么实习啊 建席啊 有没有 做了五份实习 然后包括三个战略咨询公司 一家PE就是私募基金公司 嗯 然后还有一家是做外汇交易的公司 你你你你去了这些公司 对 你那个实习是 为什么要选这样的公司去实习 嗯 因为我从大二开始就决定要转行 做经济或者金融方面的东西 嗯 为什么对金管兴趣那么大 嗯 可能是因为我爸爸妈妈有很多朋友 嗯 是从事这方面的 然后从小我就觉得 嗯 只有你把一个产品 不管产品也好 只有把它产业化 变成经 变成经济行为之后 它才能真正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有没有学生活动的经历 嗯 学生活动经历 我觉得我在清华还是算比较丰富的 比如说 嗯 比如说 最好的 最有意思的活动 最有意思的两件事情就是 我第一个是创立了清华大学 第一个非官方的职业发展协会 叫笃行社 清华大学笃行社 嗯 嗯 那笃行是取自我高中的校训 嗯 就实实在在去做的这个意思 嗯 那第二个事情是我今年做的 今年 呃 今年我和一些都对管理咨询 很感兴趣的同学 大四的 而且很有面试经验的同学 一起创立了清华大学 呃 咨询俱乐部 咨询俱乐部 对 这样来帮助以后 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聊 提前了解咨询公司 面试是怎么样啊 对 来帮他们做模拟的面试 啊 嗯 有没有好玩的学生活动 嗯 好玩的学生活动 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嗯 是我和我的几个搭档 在一起做一个小的创业项目 嗯 嗯 然后项目的内容是做大学校园的异性交友 这个我有兴趣哈 这个是很难赚到钱的 等等等等等等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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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多的透露给他们啊 呃 清华大学男生多 对 缺女的 对 你是怎么做的呢 呃 我们首先是做了一下需求的分析吧 清华的男生很多 然后北大是男女比例大概一比一 嗯 然后有很多文科类的院校是女生比较多 嗯 那所以说存在一个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 嗯 所以说我们就考虑去整合这个不对称 哎哎哎哎 就是交友这事怎么让你说的 就那么枯燥和乏味 呃 其实 怎么叫整合不对称啊 啊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清华同学都已经知道 有几个清华大师兄已经办了个百合网了 对 所以你这个怎么去吸引他们去说 哎 这个网站 比百合网强 对 比百合网强 其实不是这样的沐妍学长 我们的目标用户群和你们的目标用户群 其实是 其实重合度是很不高的 因为大学的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 更多的是想说我 喜欢这个人或者爱这个人 想跟他在一起 还没想到结婚 是吧 并没有直接的结婚需求 所以说我 而且这是第一个不一样 第二个不一样是我们其实线上的平台 不是最主要的 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线下的团队 可以组织非常棒的活动 就是我们的爱情是很纯的 不像你们那儿都已经被蒙上了现实的尘埃 你这么告诉他 我们也很纯 我们心灵体配 心灵体配成就幸福观音 咱们很纯呢 对不对 尽管今年才22岁 但是思维的条理非常的清晰 表达也很流畅 老板们应该又要准备出手了 今天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企业 知事求是 这12家里 感兴趣的企业其实蛮多的 跟互联网相关的 比如说 58 58同城 然后学长的百合网 你不用照顾他的情绪 你是不会去百合网的 我知道 然后好乐买 好乐买 然后还有这边的酷讯 酷讯 就是你会把互联网企业当作唯一选择吗 不是唯一选择 因为 是当作今天的唯一选择吗 不是 第一选择 然后其他的行业 如果给我战略 或者运营方面的工作 我也很乐意去做 好 来 大家提问 我问一个问题 你在你的简历当中写到说 你像做过很多的咨询 相关的实习 而中间说要做战略 请问战略是什么 用一句话 用一句话 就是一个企业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其实战略就是做减法 我看到你的简历当中说 最难忘的事 很多 过去两年实习过的事 五件 然后现在来就职的说 哪一家互联网企业 你适合很多 其实我想给大家提个建议 特别对我们大学生 人生需要做减法 接触人生最大的战略 如果你从大一开始说 我喜欢哪一家公司 或者哪两家公司 然后锁定这些公司当中 用哪些比较适合你的职位 去开始琢磨 开始去不断地投入 专注的时候 有一天 你会发现 真正的是海阔天空 春暖花开 好 谢谢 来 尹峰 就是在学习过程中 你自己刚刚说是因为 前面打的基础很好 所以学分很高 但是你刚刚突然 有个我们说 你想出来就做管理咨询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没有实战的经验 你又为其他企业做管理咨询 你有过相关的经验吗 你是如何做的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企业会接受吗 来 简单 最早的蒙发 其实很简单 因为清华经馆毕业之后 两大方向 咨询和投行 当时的想法是说 我应该先去咨询做几年 然后做到一个职位之后 再跳回企业来做战略 但是后来我跟我的一些长辈 还有一些学长学姐交流 其实我发觉 如果直接选择去企业 先做一段时间的运营或者战略 之后再去做咨询 可能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明白了 因为我当时忽略了这种选择 明白了 来 周老师给小杜一些提示 好 逻辑思维能力很好 但是你要多一些温柔的感觉 我觉得今天是职场 假如说换一个 你常常做的遇见那个节目 我是女生 我不会选你 虽然你很有才 明白吗 感性一点 加油 来 十二位 留着你们的问题 一会儿继续问 先通过初始印象 来做第一次表态 小杜是趋势 刘 贤哥 他们俩又离开了 又是这两个人 两位离开 十位留下来 为什么又是你俩 向东 到了你做好人的时候了 我这回我做坏人吧 我是感觉到 他现在的经验 对于新东方本身而言 我们是一家 两万七千人的 教育员工的老师 我们需要的管理岗位 还是希望有很多的工作经验 特别在企业的工作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伙子 如果能够在相关的公司里边 工作几年之后 再来新东方 那时候新东方欢迎你 你少来这一套 什么意思 在他没经验的时候 去到其他地方 培养成熟了 欢迎他来新东方 有这么干事的公司吗 这企业也太自私了 只想要成熟不培养的人工 在他喜欢的战略岗位上 那我们是不招营业毕业生的 但是如果是做老师 或者做一些市场营销的 我们不去 我们不去 你灭了灯吧 走吧 那是 他非常好的人选 我们不去 其实向东的一个观点 我是不赞成的 因为像向东这个年龄 他做的是街法 你应该做什么 家法 对 对吧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对 对吧 你是层层加码 刚到一定的时候 你可以做减法 是 当你做减法的时候 像向东这样 日暮西山了 不做减法 向东已经老了 是 他老人了 对 这个是误导 他又误导 谢谢 你看你做做毛巾 就做那么大 你不是在做减法 做专注吗 那对于一个学生 对人一个事业的一生而言 就做专注 你看看乔布斯 或者比尔改茨 哪个人不是专注 他这个年龄是不能 还不能提到那种专注 接着向东那个问题来说 我觉得一个大学生 他没走出过校园 他对他的方向 对职位不了解 是正常的 他相对来说有方向的 比如他知道要学经济管理 他就想方设法 学了第二个专业 对吧 他知道他是先去咨询公司 还是先去企业 至少他在思考 有很多学生 其实是不思考的 所以说相对来说 天恒还是目标 还是蛮明确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觉得就是说 互联网下一步的机会 大的机会在哪个地方 大的机会 我觉得核心的大的机会 就在移动互联网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云计算 小豆腐这边 这个问题我再具体一下 就假如说你进到 比如说进到酷性旅游 或者进到其他网站 你给自己觉得 最理想的title是什么 我觉得title并不是我最 我知道我想确认你的定位 给自己的定位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 但是只说 哪个部门 缺少经验 去哪个部门 运营和营销 如果有战略部也更愿意 明白了 林肖 我想问一下 在简历里面 我看到你的第二印象是消费品 你所指的是快销品吗 行业吗 快速消费品行业吗 对因为我觉得 快销品是一个以营销为导向的行业 那之前因为有一些长辈 跟我交流之后 觉得我很有做营销的天赋 所以说之前我把营销或者快速消费品这个行业 作为我的求职的前三的一个方向 好 打住 就到这为止 我现在想多说一句 他只有22岁 而且他就是一个一直没有从校园出来的 应届的大学毕业生 在这样的前提下 到底 十位 失去失留 选择 松花离开 营销离开 松花离开 林平为什么离开了 我觉得像一个22岁的大学毕业本科生有这种水平确实很难的 而且他的志向我也看到肯定不是真的我这样的公司 所以我知趣一点点 还是让给我们更好的公司 好 谢谢 谢谢林平 七家留下来 听一下各自提供的职位 从酷讯旅游网开始 谢谢 OK 酷讯旅游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一个数据分析师 我觉得数据分析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 好 梁耀 聚焦摄影 小杜 聚焦摄影给你提供的是总裁助理 总裁助理 对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行业 反而我们做技术出身的这些高管们 我们的思路都偏窄 我们确实需要像就是敢想敢干的这样年轻人来去刺激我们 来去让我们把这个行业带领得很好 梁耀从来没有打出来过总裁助理这个职位 对 岳明 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数字音乐产业的一个研究分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好 数字音乐产业研究 对 研究分析 研究分析 来 咖啡之一 我们提供的是营销总监助理 而且我相信你在这样一个传统平台快速发展的品牌里面 是可以找到一个依托并展现自己才华的 好 初彬 好了 好了 知道吗 知道 好了 我提供的是一个战略分析师的一个岗位 在此之前我想多问一句 你刚才说你你可能在企业里面干一两年或干一段时间吧 这个时间到底是多长时间 主要再讲回做投行或者做什么 我其实不是想转回做投行或者咨询 我是想工作三到五年积累一定的对某个行业或者某几个行业的了解之后 出国去读一个MBA拓宽一下我的视野 三到五年 对吧 好 初彬提供的是战略分析师 战略分析师 百合网目言 那个互联网的核心是产品 所以我给你提供的是百合网的这个产品运营的专员 好 来 五八成长 两个职位的选择 一个职位是产品战略部的这个分析师 另外一个职位是移动互联网这个部门的这个产品经理 我希望就是说你如果到我们这来至少要跟我们签三年的协议 如果做不到这里你就把我灯灭了待会 对 好 你这种自杀式的做法 目的是你都是签三年的吗 金波 我比较优秀的我都会签三年至少 对 好 小杜走上前去 我能走来走去的面吗 你能走来走去 走上前去 走来走去 把其中的五盏灯灭掉 好 再见 再见 良叶 谢谢 再见 月明 这下午2盏灯 生日公 那我觉得唐月明这个挺好的呀 尹峰 你不要得意的太嫂 他是走来走去的 我还真没有 我特别遗憾我不是互联网 好 再见 谢谢你 学长 还有两盏灯需要灭掉 谢谢 再见 树斌好了买 现在还剩参加五八同城咖啡之夜和酷炫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你 再见 谢谢 因为我还是不想做纯数据的方便的工具 其实很天有初期的 谢欣坐下 一个笨子的互联网企业来的求职者 最后留下来的两家是咖啡之夜和五八同城 最后把谢欣给干掉了 对啊 这个数据分析是一个切入点 你不可能一上来就值大公司 要不你特别像怨妇好吗 太想我最开始是做纯数据的工作 希望多跟人大交道 明白 然后留下银总的理由是我更希望 因为我对营销骨子里还是对营销很感兴趣 明白了 好 不说了 好 不了吧 谈钱不伤感情 那银总您这边给我的薪资待遇是 银小总监助理的工资底薪是四千五 抱吃抱住 姚总您这边呢 两个港位都是同样的薪资啊 我给你 我们校招的起薪是六千 但是我觉得你比那个校招的这个 平准水平要好 所以我给你年薪十万 对 小金波兴奋了 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你的选择是咖啡之意 还是你选择五八同城 或者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你们 再见 我有理由要讲 我有理由要讲 你必须的有理由要讲 我有理由要讲 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我觉得 15秒钟的考虑时间太短 第二个是 我觉得如果我选了 这是一个承诺 我必须要去旅行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些别的因素 会影响到我的这个选择 所以说我觉得 可以把这个选择放在场下 如果有机会的话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我也觉得我不希望 去做一个有风险的承诺 就这样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选择我也觉得挺对的 台下可以再杀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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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因为你被别人灭了 看到他又灭了其他人 你就很开心 毕竟人家胜到最后 虽然他们被灭了 但是也丝毫不能挽回你的眼面 好吗 谢谢 尊重你的意见选择 而且我很喜欢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今天做出选择是做承诺 对自己的承诺 要小心一些 对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再见 再见 还有一些别的选择 我需要综合考虑 所以说我需要跟家里人讨论之后再选 然后也想给他们说一声道歉 我没有当场做出选择 但是我觉得之后还有机会 什么很正常 他手里面有一堆off 是的 是的 非常正常 包括来这个平台 给自己多一些选择 让自己可以以后在出牌的时候 出的更谨慎一些 我觉得不是什么坏